中国女排参加总决赛的14人名单正式曝光 朱婷 池媛 中国女排悬念揭晓 蔡斌果然留了一手啊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咱们中国女排 在即将迎来的女排国家联赛总决赛之前 正式曝光了参加总决赛的14人名单 伴随着这一次惊喜的好消息到来之后 意味着蔡斌真的给咱们总决赛留了一个后手大招 让中国女排有望战斗里翻倍爆棚 从而击败巴西女排晋级到最终的四强去争夺冠军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通过这条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利好的一个解读 那么众所周知啊 咱们中国女排在参加完了女排国家联赛分战赛第三周的比赛后 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美国 在美国这里已经备战了一周多的时间来备战总决赛 可以说呢总决赛即将在13号晚上就要正式打响了 对于咱们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也肯定希望球队能够打出一个好的成绩 为球迷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毕竟咱们中国女排在去年的国家联赛上是取得了第六名的成绩 世锦赛也是第六名 这个成绩其实没有达到球迷的预期 但是毕竟去年是蔡斌执教中国女排的第一年 我们情有可原 但是在今年中国女排我们连续两年在蔡斌的带领下 实现了这种长期封闭的集训 球队我们这套全新的阵容也已经磨合的差不多 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 如果今年在总决赛再不能够有任何的作为 碌碌无为 如果不能有成绩上的突破的话 那么很显然蔡斌是无法给球迷一个满意的交代 所以说当下广大的中国女排球迷 肯定希望球队能够在总决赛 与巴西女排的这场较量中 能够笑到最后击败对手从而晋级到最终的四强 那么只要打进了四强 中国女排后边我们就没有任何压力了 进了四强就意味着我们比去年的成绩有了进步 让中国女排明年我们冲击巴黎奥运会的冠军 也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说很多球迷都在期盼着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总决赛 能够打出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伴随着总决赛日益临近 各支球队都公布了自己的大名单 但是中国女排的14人名单一直没有公布出炉 这也引发了广大球迷的高度期待和关注 大家认为蔡斌一定是留着后手和后招 一定是藏着什么绝招 要在最后时刻压哨完成报名 能够打我们的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其实一直以来大家都在期盼着朱婷的回归 因为朱婷作为世界级的主攻球员 他如果说能够顺利回归的话 跟李莹莹搭档 弥补了王云露这个短板之后 就让中国女排场上的阵容变得无懈可击 就会让对手防不胜防 就会让中国女排具备了争冠的实力 但是如果朱婷不回归 王云露这个短板一直存在的话 中国女排我们在场上 始终就会有一个短板 会成为对手主抓 针对的一个点 对吧 这就让中国女排变得非常的被动 会让中国女排我们陷入到一个 极度挨打的一个被动局面之下 这样一来的话 就让中国女排 我们想要去争夺最终的一个好的成绩 实现成绩上的突破就很难了 所以说眼下来看 在总决赛这种针尖对面忙的比赛中 各支球队都是相互研究吃透 对吧 对手巴西女排肯定是研究透了 我们王云露这个短板了 所以说我们一旦派出王云露的话 很有可能我们会成为一个重视之地 所以说大家也呼吁着朱婷能够火线回归 甚至在近期 大家传闻中已经听到说是 朱婷已经抵达美国 是吧 有可能要火线付出的相关的消息 那么朱婷真的会代表中国女排 参加接下来的国家联赛总决赛吗 这个悬念在近日已经正式的沉沿落定揭晓了 那么在广大球迷纷纷的在询问 咱们国内著名权威的排球媒体人 关于中国女排在总决赛的14人名单的时候 该媒体人也已经正式做出答复 他的答复也已经给出大家揭晓了悬念 那就是中国女排我们在总决赛的14人名单 与此前三周分战赛的名单将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那么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蔡冰所留的最终极的后手 而且没有朱婷的情况下 大家反倒是能够放开手脚 去拼 去打 不用背负想赢怕输的包袱 这样一来没准就能够创造奇迹拿下比赛 而且朱婷这个时候他已经九输战阵 即使这个时候回归的话 他给球队的战斗力带来不了任何的加码 反倒是有可能会脱离球队 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让朱婷盲目的付出 是对于朱婷负责 更是对于中国女排的负责 所以说蔡冰已不变应万变 这一招绝对是一个妙招 我们也有理由期待着中国女排 能够在蔡冰之导的颠定之下 在接下来能够完成对于巴西女排在本节国家联赛上的双杀 我们争取大金四强 剑指最终国家联赛的冠军奖杯 我们也共同的拭目以待 我们也共同的拭目以待